基本上這一波我就知道凱格露斯在這一個 意笑了 我知道你 好不好 我幫你擋一下凱格露斯的畫面 他已經看你這雙寶珠 那凱格露斯還在那邊給我蹲 在那邊給我看 然後還沒有打指 你看 我就跟你說這個貝爾VP 是不是可能落在這個 講若誰家是掌握在這個伊耿士上面 然後是搭配皮皮跟菫的收藏 我真是天才 大家好 我是賢佑 歡迎收看今天的BP研究室 拍手 耶 謝謝 今天為大家準備的是我們AIC的精彩會戰 那教練一樣是 不知道找到Wiki 算給過 算 算給過嘛 那我們話不多說 反正就教練幫我們準備的BestBP 跟FailBP我們來看一下 那BestBP準備的是 HKA對上我們培根BSE的精彩會戰 這是第一把的BP來請看 左邊是我們的HKA 右邊是我們的BSE 這邊簡稱以後叫培根 藍方HKA 手邊是Voren 培根 邊瑞克 HKA 邊起螺 然後再邊一個洛伊 這個BP應該跟我們GCS是非常差很多了 現在是用GCS角度來 來為大家看一下這場的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HKA 手拿就是理所長拿的皮皮 因為基本上GCS就是非BAN集選 然後我們這邊BECON 一二選是選下了夜叉跟提米 然後這時候HKA又選下了美娜加卡芬妮 然後這時候換右邊培根是拿下了特安納斯 BAN掉了潘因 然後我們HKA 邊下了一個迪拉克 然後這時候換到我們的培根是BAN掉的甲蟲 基本上都是BAN掉兩隻 T1就是打野基本上超強的角色 然後後來我們HKA是第四 BAN也是BAN掉就是滿主流的龍馬 混淆味又是很多可以打野又很強的一個角色 那這時候我們BSE4 直接先拿下了拉茲 第四選的時候拿下拉茲 後來我們HKA是選下的貂蟬跟女超人 這邊很明顯的左邊的這個選角 我個人看起來就是 算是三寶二或四寶一的一個戰略 就是美娜輔助 皮皮輔助 女超人也是一個輔助的概念 然後去養這個 去保護這個卡芬妮廁手 然後在選個貂蟬是一個補控制劑的 應該是做一個前期搭配的動作 但整體來講 我會覺得他們的傷害其實不太夠 然後這時候我已經看左邊 左邊前面試選 夜叉提米 特安娜絲拉茲 基本上手都挺長的 第五選還選下了這個凱格路斯 右邊前置只要面對著左邊的 只有卡芬妮 是比較重量的核心 而且特安娜絲手很長 加上提米寶牌 還有拉茲的一個爆發 其實左邊不好輸出 再來還有兩個前排 是凱格路斯跟夜叉 這兩隻基本上 左邊根本就沒有辦法一次處理掉 因為傷害不足 但我覺得右邊的整體陣容是 容索率會高很多 基本上右邊很難塑繳這一把 來看一下這個精彩的會戰 第一把我們來看一下 遊戲時間是7分30秒左右 HK這樣 Bacon 我們先以地圖來講 HK五個人在左邊集結 Bacon是兩個人在親線 提米跟凱格路斯 應該是有共同意識說 他們可能會吃凱撒的情況下 你看這時候 卡芬妮的位置跟女超人 是等一下會分開一點點的 對 他又回去再摸了 但直接被貼到 然後他們又被凱撒打 基本上是免控 他們是在打一個會戰 只要左邊沒什麼招 右邊凱格路斯一定很好發揮 是因為他的霸擊時間很長 哇 人低難受 凱格路斯很無敵 這個選擇很強 很有東西 有我的腦袋 聽說還有第二場 還有第二個會戰 拖到14分50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家試試看一下他的動作 他大絕然後閃現往後 所以他沒有灌到人 這一波傷害 如果他是往前 這一波不一定會是那麼慘烈 美娜也不會有這個 閃現嘲諷四肢的這個選擇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 Bacon這邊失誤很多是 你看這個凱格路斯從頭到尾 我自圍自驚都在砍皮皮 但是四個隊友都在追前面的人 所以就造成說 那個攻擊不夠激活 因為基本上凱格在前面開著霸體 所有人都不怕 然後突然那隻手又那麼長 拉茲找了機會就慣了 這是他們想要的 但是他們沒有做到 還讓那個HKA有那個反開的機會 你看他連開凱雙寶珠 那凱格路斯還在那邊給我蹲 在那邊給我看 然後還沒有打死 噢氣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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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 這波就是兩個戰犯 但是你繼續看這個凱格路斯 他還是很砍 他還是很砍 就是因為他現在 他臉內的哨子沒有大絕 然後剛好 一開完就死 這波會戰就是兩個人的鍋 拉茲跟凱格路斯 但是我覺得最微重要的是凱格路斯 拉茲只是操作醜了點 對 對 然後還有提米的那個解控沒有開得很好 對 但是這邊 ABO這個犧牲打也是非常的不錯 漂亮 好不好 就基本上這一波 我就知道凱格路斯在這一個 異笑了 我知道你好不好 我幫你擋一下那個凱格路斯的畫面 就是今天的MVP 那個Baser BP的角色是這隻 再給你看一隻 這隻凱格路斯 OK 這組BVP 發揮的就是 第一波就是夠果斷 然後應用這凱格路斯的熊 但是第二波的會戰 讓我感覺到 凱格路斯有點單機 然後拉茲的失誤 跟提米 反正總體最大的70% 我是獻給這個大工程 凱格路斯 好 這是我們第一把的Base BP 那我看一下第二個的 Fail BP Fail BP 是我們的NAD對上我們的TT 然後這次要講的是 第二把的一個選擇 左邊是我們的TT 韓國隊 右邊是我們NAD GCS代表隊 左邊這邊手BAN了 瑞克 我們NADBAN了 龍馬 然後我們TT 第二邊BAN了夜叉 那個NAD第二邊是BAN了 起羅 那我們這邊TT 是手拿了伊耿士 最主要應該是他們 最有自信的角色吧 不然不會那麼早手拿 因為算前期這隻角色是很兇的 NAD這邊拿了頸跟底皮 最強標配 在GCS也是頸可以拿來打野的一個選擇 打邊界一定也可以 如果都可以打野的話 打邊界一定也是不為過 這邊我們TT 二三選 拿了提米加甲蟲 然後這邊第三選 NAD NAD是拿了我們的克里希 他三四BAN NAD這邊兩個選擇 主要都是射手位 就是封鎖對面的魔龍路 還沒有選下的射手 然後這邊我們的TT 就是左手邊藍幫 是BAN下了兩隻戰士 是女超人跟呂布 我們NAD拿了超人 這時候TT拿了兩隻雙邊 一隻亥雅 一隻葉娜 這時候我們最後一選 是選下了我們的梳理 好 我看得出來是 頸會打亥雅 就是二打二雙人線的射手下 頸這邊應該是雙人線 會叼打這個 左邊這個組合 之外這個Egan4 手也比較偏中短 就是基本上 右邊的陣容 手比較長喔 是頸跟克里希 基本上技能手都很長 然後Egan4可能會很難發揮 再來如果沒有視野的情況下 這個甲蟲會很難蹲 亥雅丟的標 也沒辦法站得太出去 可是基本上 他們左邊如果沒有優勢的話 他們很難蹲點 很難去做一些 途徑的位置 所以 再如果都顯現在地圖上的情況下 這五打五的會戰 右邊基本上是 很有poke的機會 不過我想要看一下這個內容 我等一下可以告訴你們 真正的想法 來 遊戲時間是我們的Game2 我們從8分50秒 是我們AND對上TT 就是他們先搶了藍區的視野 然後魔龍掉了 所以葉娜走進來 處理貶一下 拉掉 這個超人 直接先清了這個中兵 他們說 他們好生 他們好生 然後這時候這個亥雅 直接怎麼 蛤 然後這時候皮皮自己一個人滾 滾下去追 對嗎 所以大傑殺掉了這個Kiri 內容就是基本的失誤 基本跟Fail BP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 希望第二波會有 遊戲時間是11分50秒左右的會戰 來請看 葉娜想上喔 Hango 也被打了一套 又被摸一下 滾 你看 我就跟你說這個Fail BP 是不是可能落在這個 蔣若誰家是掌握在這個Egon4上面 然後是搭配皮皮跟景的手長 我真是天才 今天的會戰 基本上就是在講這個 Fail BP主要是說 我以藍方左邊TT來說 我手拿了Egon4 但是我沒有任何的P用 那是不是Fail 我第一選 我選了第一隻 結果那一隻角色 沒有辦法為我的隊伍帶來效益 那這角色可能價值就很低 雨晓 吃這個吧 OK OK 國外的BP 其實我覺得他們比較偏野蠻吧 就是不管選什麼陣容 他們都很敢打 在於台灣就是有點太營運 就是對於當下措手不及可能會慌 台灣隊加油Fighting喔 那今天的BP就到這邊結束了 記得按讚分享留言 也記得按讚FB跟訂閱YT 小鈴鐺給大家開起來 請接著就會繼續帶來我們AIC的 精彩比賽解說 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YT 支持我們的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